他们骑跑咯 尼罗厄轻松游过河马 他们顶着强力水流往上游游去 但鳄鱼的身体是为汹涌的水流设计的 它重达两台家用型冰箱 巨星是地球上面最重的爬虫类 骑游泳的时速可以达到35公里 河马不会游泳 它不是真的在游 它只是在河底走路 并且踩着大石头推动 它能够随心所欲地关闭鼻孔 这样才可以在水里滑行 不过跟鳄鱼是没得拼的了 鳄鱼抵达了岸边 开始跑过了平地 但它最好让路 因为河马追上来了 它在平地上加速 就算它很大只 河马冲刺还是赢过了人类 鳄鱼本来遥遥领先的 但是河马的脚程比较快 河马冲过彩带 比赛结束了 嗶嗶 哎呀 走君 你在躲什么 等等等等 全暂停 那只胶狼快速地逼近 它就在你的身后 走君的跑速 每小时可以到32公里 如果它很饿的话 还可以更快一点 不论你在卡通里面 看到了些什么 胶狼呢 其实比走君快上两倍 但卡通的版本好笑多了 第一跑道 第一跑道来自南美中浓密丛林的无敌 曼树篮 它下面的第二跑道呢 这位是平凡的 瓜园 这一团的 地球上最慢的动物 树篮的最高时速是0.3公里 难怪被称为巨大的移动枕头 是我这么叫它们的了 蝸牛的起步不错哦 它一个小时呢 可以走过一个小社区 这种没骨头的生物 只有一只脚 上面覆盖着保护性的粘液 太模糊看不清楚 但我觉得树懒还在原位 睡着了 它可能会睡完整场赛事 树懒一天可以打15个小时的盹 它超过半辈子都在睡觉 哎 你看 蝸牛出了阳光的这区 下一站是阴凉区 蝸牛跟树懒实在是难分宣治呢 我们得等到树懒睡醒 再回到这场赛事吧 灰熊可以轻易地跑赢人类 如果你在野餐 煮的东西又有点太美味了的话 最好把午餐给留下 人类冲刺的时速最快是45公里 当然是博尔特创的了 所以它或许可以及时跑开 那如果你比它慢的话 那你肯定就是麻烦大了 在人类与灰熊的一对一冲刺赛场上 你每次都会是熊的午餐 不过在熊之间 谁又是最快的呢 北极熊 灰熊 棕熊 马来熊 跟可爱的熊猫 就定位 预备 好 空气里面洋溢着紧张的气氛 灰熊跟棕熊起鼓相当 棕熊可以轻易地跑得跟灰熊一样的快 马来熊 是赛事里面最小只的 大概两米长 或者是高 随便随便 它是跟不上的了 北极熊的起步不错 但是速度完全不及灰熊或棕熊 灰熊领先 不不 是棕熊 又换了灰熊 等等 熊猫在哪 它在干嘛 我不认为它知道自己在比赛 不过它非常可爱 它刚才吃完了第三根竹子 一只熊猫一天可以吃掉13公斤的竹子 就像 很多了 它出发了 它找到了捷径 它滚下了山坡 它秀一声地超过了棕熊跟灰熊 结束了 熊猫获胜 熊熊啊 抱歉啊 我们都知道熊猫是不快的了 它其实呢 是数一数二慢的熊 不过呢 你要是看到 熊猫从山坡上面朝你滚过来 你要赶快跑啊 波音747的急速 大概是每小时1000公里 而最快的鸟 是灰头信天翁 它的飞行时速可以达到130公里 并且还可以在天上10个小时 不用降落 有准 更快 可是呢 只有在向下俯冲 去抓底什么外带的时候 才会那么快 鸽子小心 哇哦 大型的飞机 要很久才能够飞得上天 但是信天翁呢 几秒钟之内就出发了 趴里面 不过 在几分钟之后 我们回到曼东村 树篮醒了 很好 不过呢 它目前只往树枝方向 抬起手来 而蝸牛呢 还在试着爬过那块大石头 树篮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尽量闻风不动 这样才不会变成某人的早餐 这当然不是赛跑的最佳训练了 等一下 三号选手进入赛事了 这位呢 是加拉巴格岛的鹿龟 它强壮的前脚 承载着这只动物坦克 哎 它居然比蝸牛快上五六倍呢 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的手上呢 有一场世纪长的赛事 鹿龟跑了起来 躲过了所有的障碍 谁也挡不住它 哎哎哎 树篮不要作弊啊 别从上面丢树枝哎 深入地下 有一只鹰鼠忙着打地洞 一只鹰鼠可以吃下 等同于自己体重的敲影 而且呢 每小时可以挖大概五米 每周欢呢 是全世界挖洞最快的动物 而且在地上也快得惊人 状况好的时候呢 它的速度几乎跟人类有得拼 对决的话呢 每周欢可以轻松地赢得隧道大赛 可惜啊 鹰鼠看不到自己要去哪儿 鹰鼠呢 其实不是真的瞎了 它们只是视力很差 而且它们还色盲 而且在下面又不能戴眼镜嘛 啊 骄傲的猎豹 它以极快的速度在草原上奔驰 我 几百万年来 都是陆地上最快的哺乳类 我很招 记录上面最快的猎豹 是一只名叫沙拉的短跑运动员 它在11岁的时候呢 跑了100米 花了不到6秒 猎豹 假如看到好吃的 其实速可以高达130公里 沙拉是在美国动物园里面养大的 也是第一只跟狗狗同伴一起长大的猎豹 亚丽莎和沙拉 永远的好朋友 飙升到沙拉上面的呢 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蝙蝠 它却让沙拉看似缓慢哦 巴西全吻幅 每小时呢 可以飞160公里 它是地球上面最快的哺乳类 现在呢 该来缩小一下了 第一位登场的呢 是澳洲狐甲虫 它可以以时速10公里往前冲刺 似乎不怎么样 但相对于尺寸 这是风驰电车啊 这就像是人类跑在高铁的旁边哦 跑在内线道的呢 是沙拉引蚁 蚂蚁有团队精神 共同合作的时候最为强大 但就算是一只蚂蚁 也可能惊人的强大 蚂蚁可以抬起自己体重的几百倍 而且还可以像永无明日般的冲刺呢 博尔特每秒可以跑4步 引蚁可以跑50 科学家们甚至发现 这些小蚂蚁喜欢用最高的速度飞驰啊 我们最后一位参赛者 地球上面最快的动物 正正就是这位小蛮虫 它的尺寸呢 其实只有芝麻那么大 假如呢 我们从每秒移动距离 跟体长的比例来看 这个微小的动物 赢过地球上的一切 据信呢 它可以跑出狐甲虫的两倍速 呃 假如它是人类的尺寸的话 它会跑得比音速还快 然后我们回到爬行区 哎 到底比完了没啊 鹿龟领先呢 蝸牛终于过了那颗大石头 而树懒正在前往树枝二号的路上 现在我们的鹿龟 距离终点线只有一米 好 有够刺激的 我快受不了了呢 啊 不过我应该还有点时间 我先来杯拿铁好了 啊 我们下期再见